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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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賽寶寶 Dragon 寶曼 剛開播 今天又是一个 一个大素颜的状态 我这两天感冒了 所以没有直播 欢迎现在宝宝 今天呢我们是化个妆 然后一会儿出去拍摄 然后今天我感觉外面天气不错 感谢观众主播 宿愿就可以了 这样吧那我们就把那个 我们好好化个底妆就好了 去哪拍去那个机场拍 然后大家赶紧那个关注一下 主播刚开播 把双肌皮肤点点赞 把我们直播人气往上坐一坐 拍什么 我今天去拍一个大片 我刚睡醒特别肿 早饭还没吃 我先化完妆就去吃 这两天感冒了 家发烧了前天 所以我就没播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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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现在宝贝 擦的什么 现在擦的是那个蛤蜊霜 哪样显影拍的好看 但是我那个挨骂挨的太多了 我就不拍了 因为大家都说尴尬 然后我就觉得算了吧 我就不拍了 因为我还蛮胆到我的团队的 所以我就不能再拍了 有的时候你知道我跟团队拍是很辛苦 要拍一整天 然后在那个外面找景啊 去景啊各种拍 然后看那些路人也不买账 然后大家对我的演技也是 形同陌路 所以我就不想拍了 真的不想拍了 跟团队开了好几次会了 所以没办法宝们 在外面看屏幕有只蟑螂进来就没有了 真的假的 姐妹们啊没擦防晒吗 这个就是防晒啊防晒那个隔离 真的有蟑螂我不信 有蟑螂我们这边有蟑螂 真的假的 不会卡粉吗 我一般来说不卡吧 欢迎下来宝宝 我们把那个点赞点起来哈 有蟑螂不可能 我家没蟑螂 是我名字的是吧 行 感谢观众主播 宝们大家给我们视频一点点关注啊 现在主播在化妆 然后我们把遮瑕遮瑕 欢迎下来宝宝 我今天嗓子 你们有发现我今天嗓子不对劲 有发现扣个1好不好 我今天那啥 这两天感冒 然后发烧 然后呢 终于熬过来了 现在稍微好点 但是我的鼻子又很当当的感觉 鼻子很堵 不用什么眼霜 我有眼 我有卧残 不用眼霜的 谢谢绝情香菜 算来灯牌 看错了 谢谢1988算来灯牌 感谢观众主播 鼻动眼 哦对 我是有点这个东西的 娶我需要注意什么 娶我需要注意 直播太晚冻到了吗 可能是哦 那天 那天其实那边在那里真的很冷 然后我就发烧了 那两天我周末都没出去玩 我都在家里休息 诶我的那个 喜欢我谢谢 后面指的娃娃好可爱 这个吧 这是梗鬼 喜欢轮廓是吧 蛮了因为太严重 是 側面看鼻子 鼻子好短 对啊 我都喜欢短鼻子 把遮瑕画一下 今天我要画仔细一点 因为我今天想画个淡妆 呃好乖精灵耳是吗 有人敲门吗 也没有说很白了 有点像琳娜的脸 没有开眉眼滤镜吗 没开没开 我最近把我的美貌画的 画淡了一点 你们看一下怎么样 我的美貌昨天 我专门把它画修淡了一点 就是把中间毛都画小掉了 画点粉底 网友们大家喜欢煮 我有点关注啊 我们直播间呢 正在准备教大家化妆 然后也不是教吧 就是跟大家了解一下 我平时的化妆 平时不爱看的可以来 我直播间耐心看一下 不用平眉 我的美貌已经定型了 所以没办法 没看眉眼都这么漂亮 本人肯定更漂亮 橙质上头最清晰 是啊 头发边缘是什么 头发边缘是发际线 你把镜子拿过来对照一下 握残打的波波妈似的 宝们大家如果想问我 关于脸上的问题的话呢 就点个灯牌 加个关注 你再问我啊 一般路人的话 我不会想回答他的 一般路人很多都是黑屏 他故意问我的 所以我就 我就那个啥 尽量回复 大家理解一下 尽量回复 咱们就加个关注 加个灯牌的 为啥呢 因为很多小黑粉 在咱们直播间 故意带节奏 所以我基本上想 我基本上就看得快一点 就看大家有没有 那个粉丝灯牌 跟那个关注 因为我这个后台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想问的话 就可以直接加个关注 加个灯牌再问 好 谢谢大家加灯牌啊 然后我们直播间小女孩们 女生宝宝们啊 大家如果说想知道 脸上的东西的话 也可以来问我 可以跟大家给点建议 行吗 我画一下脸好看 我今天变老了许多 你看我今年21岁了 比较长得比较老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长得比 同龄人很老 所以我就 发现越来越老了 熬夜 对啊熬夜是 熬夜是现在网红的常态吧 脏成熟对 可能我脸上肿了 今天 活了这么多年才21 对啊 我21岁没人信我 很多人说我改年龄 或者说我 说我什么改年纪啊 或者说我是那个骗人的 我身份证上是02的 02年12月份 哪里都看不出21 对 所以这个我自己也很难受 显老 三年前不就21 三年前19 21年的时候19岁 现在读书吗 当然读书了 21不读书干嘛呀 光子能符做完会反黑吗 还好 我觉得不会 你要把防晒做好 我觉得还好 之前你们有没有在我直播间电播的时候 买过光子能符 我觉得真的不错 但是已经没那个优惠了 这是哪个成熟 在北京 有谁要在北京 今天画那个 算了 今天画的眉毛也一样 挺那啥的 宝宝应该打口就对啊 我想做一次佛图拿的 过段时间做吧 这两天比较忙 然后我想平时问大家 如果有想想了解 就是 不是 想了解去了 大家想让我带什么 那啥瓶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讲 我根据大家的需求 然后去聊聊 低价 帮大家去 啊 聊聊到那个价格很低 刷牌 刷牌很自然 谢谢 啊 我现在一直想打喷嚏 哦 好胆固 鼻子做了什么项目啊 鼻子是那个 鼻子是做了 啊 肋骨 咱俩以前做过 我做了好多次鼻子啊 而且你看哦 姐妹妹我脸上是做过一百次 我度过一百次脸 你们信吗 网伴信了打打把那个双击屏幕点点赞 我忘了跟大家讲了 平时在咱们直播 也真的帮忙阴影留 然后把那个直播 今天点点赞 双击屏幕点点赞 每人都可以点一百下 好 然后现在把我们直播点点关注 把我们关注点起来 然后加点灯盘 因为今天主播 嗓子疼 感冒了 大家也吃吃 挺不容易的 大家也帮我那个啥一下 一百次 对啊 当然一百次了 好看就行 应该是胸的肋骨吧 你猜 眼睛啊 眼睛开一点 眼角有啊 一百次是指 那啥 也还好 保证大家关注 如果好奇我脸上的问题 大家可以加一下灯牌 加一下我的粉丝群 然后变美小群 想跟我一样变好看了 可以加群 切小饼干 算了 爱的只喝 在哪里所有的 我不能跟你们说啊 我只 尽量 老你们我尽量只回复 加灯牌 加过关注 加过灯牌的 因为很多路人 他太坏了 有些人 有些那种路人黑粉 嘴角掉皮了 感谢啊 怎么有法力纹了 因为我老是测睡最近 测睡就会有法力纹 但是我折瘾的 应该就还好 所以这应该就没了 是不是 我折瘾 我折瘾什么波波呢 我折瘾是桥 我折瘾是桥 我一般波波都打桥 别的我不想打太劣质了 咱们要打就打最贵的 美的精为天人 对 因为我有预算啊 所以我就打最贵的 你们别在直播间刷牌子啊 不然的话那个啥啊 不然然后限流 我们不要在直播间刷牌子 然后大家把那个关注点起来 跟我们这边就有关注 把灯牌续一下 然后加一下我的粉丝 女孩 女生啊 如果想变美的 大家加一下我的粉丝群 加那个变美小群 在我们那个群里 可以聊聊天什么的 刷子看起来好好用 前天那个电波还不错 老体们 你没有去那个北京的和销吗 就下次我给你们卖的那个小脸卡 特别好 有没有人已经体验过了 老内啥了 但是确实 现在很多人可能没加我们的灯牌 就是 拿不到福利 因为上次在咱们粉丝群里抽那个 戴森啊 还抽口红 全都是女生喜欢的 杨树林的 因为我每次啊 如果说我要去在别的家里 电波的时候 我会在我的粉丝群里面 抽宝宝 去送那些东西的 所以的话呢 还抽两位粉丝免单 去做皮肤北京的 所以的话 大家如果说我们直播的女生啊 不管你是路人 还是老粉 还是新粉 来我们直播间呢 把关注点一下 然后加上我们灯牌 然后把我的粉丝群申请一下 叫那个变美小群 平时呢 你爱比姐要是有什么福利啊 就是会跟大家去讲的 就是 会跟大家在群里面分享 然后你们在群里面 五百个人群里面 抽一个戴森 概率很高的 五百个人抽一个戴森 然后 还要抽YSL口红三个 那种的 你懂了吧 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很划算 老体们真的很划算 我今天感冒了 这个刷子 橱窗有链接吗 这刷子 我又忘了是什么刷子了 他这个刷子 我下次给你们找一找吧 等会你们 你们都是去橱窗找一下哈 一会儿去我的那个 竹叶橱窗里看一下有没有 我忘记有没有了 但是我到了尽量给你们找到 然后挂橱窗好不好 开美颜了吗 我直播间从来不开美颜啊 我们直播间宝门不开美颜的 然后我给你们说个 可能对于来 别人来说 有些人是好消息 有些人是坏消息 就是我的韩剧 韩剧模仿系列 不会再拍了 骂的人实在太多了 宝们 你们很多人都说 哎呀那不要管那些恶评啊 为什么要管那些恶评 但是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视频博主啊 那个是每个视频 都对我来说都是有感情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有人伤害我的 伤害我的宝宝 我就会伤心 啊就是有人攻击你的视频呢 你作为一个创作者 你有心血去创造这个视频 有人去攻击你还好 可以不用去理会 但是一万一个人里面 有九千八百个人 都在攻击你的时候呢 你真的没办法再创作下去 而且我的团队 跟我每天花那么多钱 去摄影基地啊 高价 然后去买灯光 租灯光 租设备 去拍 去设计脚本 去慢慢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对 扫 然后就没有 就是很少的就是 你懂吧 然后我的视频数据 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点赞率转换很差 然后我就打算不拍了 真的不拍了 因为我的 对我的团队 跟我来说打击太大了 所以以后就不会再拍了 棒的 很多人说太尬了 真的很伤人 然后呢 很多人也不尊重我 这有的时候很想说 为什么别的 别的网红 被骂那么少 就我一个人被骂那么多 可能是因为我的长相 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份 对吧 有的时候非常难过 但是我还是称 必须得称下来 以后只能去做一点别的内容 做点内容 真实一点的 或者说 然后生活化的内容 挺伤心的 确实挺伤心的 就是你自己拍完内容 就相当于你做了 你大学生交了一份论文 交完论文之后 他说 那个大学教授 当着所有的面说 去死吧 这什么什么东西啊 你在用脚画吗 这种东西 干嘛呀 戴手表 装饰啊 没有拍摄 你这个没弄好 没弄好吧 太紧了 不可能装进去的 鼻子变猪鼻子 对 猪鼻子也好看 我就喜欢猪鼻子 啊 然后到时候去机场拍东西 我又去机场拍点视频 鼻子还会修复吗 鼻子看情况吧 其实我不太想修复了 你们觉得会修复吗 有点软缩 对呀 软缩之后就是会煮鼻子 鼻子时修九 九软缩 你们要做好的一个打算啊 是不是想做鼻子扣衣 建议你们都别做了 别扣了 真的 鼻子的话 修复率很高 没必要 你把那个 如果你太塌了 你做个形状可以 但是呢 它这个真的 修复率会很高 你后悔做吗 我对我自己的脸 从来不后悔啊 做了做了 还后悔啥呀 我最讨厌那种 你知道吗 如果怎么怎么样 就好了 要是怎么怎么样 就好了 我最讨厌那种就是 老是爱自己吃后悔药 老是自己在 在自己的那个脑子里面啊 老是就是 把那种 假如怎么样怎么样 就好了 这种话当 放嘴边 没有什么 后不后悔的 你做了就是做了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这才是一个成年人 对自己的负责 不要老是有人啊 我知道很讨厌那种人 就是老是把什么 哎呀 早知道怎么怎么样 就好了 或者说 哎呀 如果我要是去做了 怎么怎么样 就好了 或者说没做 就怎么样 你做了就是做了啊 咱们对自己的行为呢 敢做敢当 你有的时候做过脸啊 或者做过怎么样的 怕被别人讲啊 又不想怎么怎么样的 就不要 那你就别做 你要怕被别人讲 或者怕被别人看出来 你就不要去 度这个脸了 为啥度呢 你度脸肯定 就会被别人看出来啊 所以呢 千金难买早知道 是的 所以说不要去 不要去老是抱怨 不要去老是说什么 哎呀 好烦啊 就不要去说 做过就做过 好吧 咱们踏踏实实的 做过就做过 又无所谓 不要给太多 自己的心理负担 你给自己心理负担 太多的话呢 你就会 你自己就很难受 太一般的讲的 我个人觉得啊 我苹果原相机 你自己照着镜子 你看一下 你用抖音直播 把美颜濟镜 媒体什么全都关掉 你看一下咱俩 看谁好看 我个人觉得啊 我不会输给你们 那些黑粉的 可能咱们这边 还是有很多美女的 但是呢 我肯定是比那些 黑粉长得好看 那就行了 自己多多照镜子 有些人呢 没有自己的那啥 这么自信的吗 那肯定呀 我觉得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那啥 我肯定是要比那些 黑粉好看的 因为那黑粉长得 我也不想去 那啥 不想说 有些人呢 总是以一个弱势群体 比如说 我是网友 我就是弱势群体 然后去攻击一个博主 但博主又不是那啥 好惹的 你老是攻击博主 然后还那啥 反正我就是有底 我就是有姿色 我就觉得 我长得会确实是好看 不然我干嘛火呀 是不是 但有些人 他就永远火不起来 你懂吧 虽然我现在 本宫现在过气了 但是起码本宫火过 所以呢 有些人呢 连他的辉煌时刻都没有 那你就没有资格说我 为什么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 本身就是火不了 没办法 你自己买多多买点抖家 看能不能 看有没有那么万分之一的概率 火起来 不要在那老是攻击别人 乌颜晦气 去做户外绝对火 户外 体力不好 有的时候呢 我要内傻一下 真的是有些要怼一下黑瓶的 平时 平时爱那个啥 平时不怎么爱怼黑瓶 真的让咱们直播间的黑瓶太多了 感冒了吗 我一直感冒了 这两天 宝们把灯牌给我蓄起来 宝们把说我说我说对的 直接蓄起来 太猖狂了 真的 这让咱们直播间的评论啊 让咱们直播间那些恶评都给我消失 敢在咱们直播间 Ivy姐的地盘撒野 我真的是给你做骂回 骂回娘胎里 好像一个韩国女美心 没眼好看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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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安排是 糯米饭的 糯米饭我不爱吃糯米饭 糯米饭哪哪的特色菜来着 我给忘了 我是吃不惯 好像是哪 贵州 泰国那边好像有那个什么芒果糯米饭 是不是 鼻炎吗 对我最近有鼻炎 你们还能听出来啊 我鼻炎犯了 最近 老流鼻涕 我才容易宽布 我才还好 我才 我打一两年了没宽布 最近天气可干了 对啊 鼻炎根治不了 随便弹了 新疆大部分都有鼻炎 你怎么知道 我们全家好像都有鼻炎 我全家都有鼻炎 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有点蜡黄 还好吧 眼线 还眼线弄一下 有点不忍耐 谢谢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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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化妝真的麻煩 是的 化妝是很麻煩的 化妝要化很久 都没开始定妆 我一般都是内侠的 完了 弄到我手上了 哎呀 我今天感冒的好烦 不戴美桶吗 戴美桶戴美桶 我们今天化淡一点的妆 所以我打算呢 眼线 跟你们说着说着 我忘了今天要准备 要把眼线化淡一点 最近长得有点老了 对 睫毛刷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化个淡妆怎么样 很多人想看我化淡妆 把脸特效开一下 啊不是 老脸会塌吗 跟你没有关系 啊 你塌了我都不会塌 美妆加油血不用搞那个东西 快化好了 我吃个饭我就直接去拍摄了 今天呢 我要跟平时拍摄不一样 我今天一定要拿佛系 最佛系的状态 拍着玩的那种那种感觉去拍摄 找回那种最初的那种玩抖音的那种心态 娱乐 不是工作 如果你真的把一种兴趣爱好当做一种工作的话 那会很痛苦 你们说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确实 铺点粉 铺点粉 喜欢我的小鹿妆 那我今天画个小鹿妆吧 今天我们画一个可爱的小鹿妆 小鹿妆呢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啥 小鹿妆 欢迎现在宝宝 我上个这个吧 可以直接这样上吗 哎不对 这不是这个 宝曼 我上个的那啥吧 刚刚很多人说眼影 我给你们上个眼影的那个啥 咳 谢谢宝曼的朋友 什么宝曼的朋友 想要握前的是吧 你们想想看啥 想看啥 我给你们弄那啥 鼻子下面为什么红红呢 哦鼻子下面确实挺红 我把它调整一下啊 怎么样姐妹们 哇 这个小鹿妆是个技术活 我得把它好好地内骚一下 看啥 后面的是耿鬼吗 对 宝曼大家直接 今天我的建议是 谢谢避邪四种补偷 哎不是 我这是小东西啊 咱们再不带货了 这怎么带货起来了 我这个设置都被它删掉 商品无理睫 不管啊 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老你们说实话 值不值 有没有点耐人寻味的感觉 虽然我拿手吧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 拿手还不如 拿刷的还不如拿手 我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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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们 别吓我了感冒感死了 太难过了 傻瓜有没有那个棉签 棉签对对对我不能拿纸不然我的鼻子装掉了 有人问CD跟什么TS 这个问题吧 现在人少跟你们讲讲吧 想听吗 想听扣个1 很多人好奇CDTS 可以给你们讲讲 刚好我现在也快拍完了 拍完也该下播了 你看是这样的区别 Transreader呢 分为就是比如说CD呢 CD是一个比如说他是个男生 但是他有一个癖好 他有一个换女装的癖好 比如说呢他喜欢穿裙子 喜欢穿丝袜 喜欢穿高跟鞋 但他呢还是一个正常的男性 他还是喜欢女生 这叫CD 还是喜欢女生 这叫CD 或者说他咱们不论他的性取向 但他就是喜欢穿 喜欢穿那个裙子啊 丝袜啊那种女生的那种东西的 叫CD 那TS是什么 TS是指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成为女生 TS的他那个是一个简写嘛 是Transreader的一个简写 他的心目中呢 他有一个性别认知障碍 就跟我一样 他有一个性别认知障碍 所以说他想去变成成为女生啊 然后通过自己是女生啊 就心目心里面的自己是女生 所以他谈恋爱他不会谈gay 他不会谈零 他不会谈一 他会谈一个直男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里面把自己当一个女生 他想一段正常恋爱 但他自己只是心里面认为 自己是一个女生 所以说他想跟正常的男生谈恋爱 所以他不会去谈 他不是gay 不要觉得TS也是gay 也不是零啊 或者说是一什么的 他是一个心目中是女孩 但是身子是男生 他的转换 他的没办法转换 因为这个是老天爷给的身子 所以呢很多TS可能有经济条件呢 就是去变了 有些呢 没经济条件 或者说家里面不让的 他就没变嘛 就分这两种 我呢 我已经变了呀 姐妹们 你是cd还是TS 我现在是女的了 我现在是那个究极体进化了 就是那种 你知道那个数码宝贝进化吧 我是最高的那个 最高的 最高权限的那个 不是最高权限 最高的那个 等级 纠集体 懂了吧 TS不是一种动吗 不是不是 TS的指的是那个transulator 最高形态 对 最高形态 但是啊 我觉得很多 很多TS 他也不是说 他也不是gay TS不愿意 有些TS不愿意说被别人说自己是gay的 他们真的很喜欢直男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这样子 比如说小飞龙啊 陈希啊 他俩就是想 心目中想把自己当女生 但是 他俩是因为啥 陈希是因为他家长不让 家里不让 小飞龙是因为他年纪太大了 快30岁了 然后他也不太想了 就感觉没必要了 所以就两个人就没去变 但是呢 他俩依然就是啊 心目中是把自己当女孩的 你看咱们直边有些人 有些人问的这种问题 我真的 真的想把你踹出去 好多好恶心啊 你问这些人 有没有知不知道尊重别人 问这种个人隐私问题 要不你自己去大街上 你去大街上问一个女生这个问题 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都给你置顶上来 你只要不这样子 你直接去 你跑到大街上去问别的女生 这样你看人家搞不懂你性骚扰 你不要觉得网络是一个 网络是一个那个 就是不用负责任的一个问题 你的所有评论 这种问题的 你自己这样 我建议你啊 你赶紧去大街上 随便找个女生 你问这种问题去 你看人家搞不搞你性骚扰 看会你要不要去橘子里蹲一会儿 讨厌死了很多书呗 问别人就是个人隐私的问题 你不要觉得网络是一个 那个无法之地 讨厌的 还置顶 我就要置顶 让别人看一下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因为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就是 你对一个异性去问这样的评论 去发这种的问题 然后最后再来一句 我不是恶意啊 我就是单纯问问 这种人啊 你就直接 你最好去大街上 你随便找个异性去问 你敢问吗 你不敢问 你不要觉得网络是法位之地 我一会儿就找我的粉丝们把你举报了 讨厌的一天 不要觉得啊 不要觉得每个人都是跟你一样没素质 有些人的大脑啊 里面只有生殖器 你的大脑只有生殖器 你只在乎的就是 吃也不在乎 喝也不在乎 你就只在乎生殖方面的东西 那你就是动物 你不要跟我们沟通 因为我们是人类 咱们直播间是人类看的直播间 人类里面呢 有吃的有喝的 有各种各样玩的东西 也有很多很多各种美好的啊 生活就该这样子 但是动物呢 它的脑子里面只有干嘛 下半身 它只有去啊 只有去那个繁衍后代 那你就直接 你去动物的直播间 别在咱们直播间 好吧 你要问那种问题 就直接去动物直播间 好吧 你们那些猴子一块去交流去 别在咱们人类直播间交流 谢谢 这种问题问 对啊 这种问题也问得出来 真的是很服 陈欣跟你不一样吗 什么的 后面刷她 陈欣陈欣快去了吧 陈欣还没去太过 今天装很像是可爱的小狗狗 我以后就这个装了好不好 三观很亲爱的 谢谢 不是三观这么这样 就是说最起码作为一个人 他都不可能在一个直播间 去问一个异性 关于那个升职方面的问题 这是属于个人隐私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知道有些东西啊 不能口无不遮来 而且网络不是那个法外之地 你对别人的一种不尊重呢 对别人的一种羞辱呢 就是真的可以构成性骚扰 网络性骚扰 所以我就可以去 不要觉得 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大IP 大博主 千万粉丝 不会理你的评论 但是呢 有些人评论 你最起码 不把别人作为尊重的话 别人就不会尊重你 因为有些人呢 他满脑子都是那种生殖器 满脑子就是那种传宗接代 的那种东西 那你就去动物的直播间 因为人呢 不只是有这些东西 人呢 不只是为了 那个传宗接代 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有些人呢 不要去老是那啥 不要在这给我 那啥 如果有人老是提了 那种生殖器问题 你自己去猴子直播间 去你的同类直播间 不要来人类的直播间 谢谢 真的很讨厌 阴阳人 你看吧 有些人怼不动 就怼我阴阳 我就是阴阳人 对不起 我就是阴阳人 你咬我呀 来打我吧 姐妹们 也不是姐妹们了 那些个死黑粉啊 欢迎来杭州打我 你打我的话呢 你看你有没有十套房子 为啥呢 我脸上全买保险了 每个地方都买保险了 你要是敢打我可以呀 你反正觉得我是一个 只是阴阳人 想打我了 来 欢迎来杭州打我 为啥呢 你打我了 我能拿到一笔 非常不错的一个保险费 你到时候就给我好好赔 太有人赔得起吗 你别你家里面 赔不起这笔钱 你还要网上嘴硬 像一个喜压的嘴硬一样 那对不起 那没办法了 那我不管我怎么阴阳人 我都是比你有钱 那没办法 气死你 有些人啊 就是找气 刚好你见Avy姐 心情不好 教育一下那些黑粉 喜欢你怼黑粉 那有些人呢 就是这样子啊 就又没钱 嘴还硬 对吧 咱们没钱 可以着急 就是先去挣挣钱 那有些人呢 他没钱又没素质 没素质的话呢 活该也没钱 没钱 不努力好好赚钱 就逮个网上骂人 你说那些坏人 真的有些人 都是人为什么 那么大的恶意 他没钱 他是正常你呢 我也是正常人啊 不是 为什么有些人 会说自己是正常人 很骄傲 对吧 咱们 不管我是不是正常人 你不要觉得 我就是感觉 我好像低人一等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自己是低人一等 因为我的身体呢 我心里面 就是天生 把自己认为是一个女孩 所以呢 我长大之后 才去接受 就大家所谓的 阴阳人手术 我接受这个东西 只是因为我的身体 跟我的心里呢 它不是同一类 然后呢 我也没有去打扰任何的 比如说我在 我没有去接受 这个事情之前呢 我从来没有去过 女生卫生间 我个人觉得 我在 我在没有影响 别人的任何事情的状态下 我做了自己 这不算是一种 那啥 不算是一种 对不起别人 我没有做过任何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所以说呢 我有资格 这样讲 但是有些人呢 你就不要太那啥 老天给你的身体 不接受就亵渡 这个 你没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 这样吹毛求死啊 就是 那个啥 这种东西 也标榜自己了 对不起父母 有些人 其实我跟你说啊 我给我妈已经 就是我给我妈 最起码我每年打 每个月都打钱 有些人呢 你给你家里面 每人进过校面 我从13岁开始 就出去赚钱了 出去那个 比如说卖那些衣服啊 当微商也干过 我13岁开始 然后14 15岁 当网红 我就开始赚钱了 我13岁开始 就从而没有问过 父母要一分钱 这是我觉得 我比很多啊 我们直播间评论 黑粉更优秀的一点 就是我 14岁开始 就没有问家里人 要过一分钱 我的学费 都是我自己出 包括我脸上镀脸 还是说 我妈买房子钱 都是我自己出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 我比很多人 都对得起自己的父母 但有些人啊 你对不对对起父母 这种自己心理清楚 我就不想说了 今天非常的 今天非常的那啥 今天非常的 黑粉非常的多 还有你有钱 有钱又不给别人 又不捐给我钱 有些人说我没捐款的 那我 你自己去我主业看 我没有捐过款吧 我支付宝里面 还有很多 就是每个月定期 有捐款 而且我自己的主业 也有捐款的 捐款不是说 你不要道德绑架 不是说有钱 就必须要捐款 而且我也是在 我的自己个人 那个经济范围内 去捐款过的 你拿这点堆 我就没有必要了 你看自己的经济比例上 你看有没有捐款 讨厌死 很多人很讨厌 不允许别人比你有钱 要有钱了 还要得筹付 然后自己还很想有钱 你说有些人是不是很讨厌 我捐款 我前两年 我一九年的时候 我就捐了十万块钱 捐过一次一万 我捐过一次十万 然后支付宝每天也是 偶尔会捐款 我自己的那个微博小号 什么也是 也有写过 有的时候就捐个几千 有的时候捐个一万的 我现在一笔款没捐过 就在这里泄愤 对是啊 好讨厌 我今天真的就是 怼黑粉专辑 咱们今天直播间 就是怼一下黑粉 乌烟瘴气 坏声音的事件 让我感觉是 真的坏人好多 眼红 对啊 我觉得少点嫉妒 会怎么样呢 你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 别人过别人的生活呢 哪怕是过好生活 也是他自己的努力 他也是人家的 不管是幸运 还是说他的努力 还是说他的功臣名就 都是人家的事情 人家的生活 尊重他人命运 但有些人为什么 就是你没有好的命运 你就要非要去 觉得别人也该不好呢 不要就是你自己在泥潭 就拉下别人也是泥潭 对吧 就我刚刚说的那个很简单 没钱的话呢 我们好好努力赚钱 不要就没钱的时候呢 又想有钱 然后又仇富 又不想让别人变得有钱 不要这样子啊 你这样子的话 就是霸王 霸王条款 反正呢 有些人说我什么 说我是阴阳人 对不起父母 我反正我刚也刚讲过了 我13岁开始 13岁开始 我自己出去赚钱 14岁 去当网红了 我自己14岁 一个人带着箱子 去北京搬家 这是我自己能做到 我自己很牛逼 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21岁长得这么成熟 因为我13 14岁 开始就非常独立了 我学费都是自己出 没有问题 家里面要过一分钱 然后我现在每个月 都会给我妈打钱 这就是 我觉得我认为啊 然后我呢 我还经常 就是给我妈寄点东西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 而且经常回老家陪我妈 一回老家 我也会带我妈去 玩乐 吃喝玩乐 这就是我觉得 我比其他那些黑粉啊 我觉得 我我比你们 有比有些人对得起父母 最起码我没有天 问家里人要钱 而且我家里人经济条件 也是我来改善 那这个就是 求人孩子早到家 对 我让我妈幸福 这就是我觉得 我会对得起父母 钱有不干净 我的钱没有不干净的 对不起 我的钱那都是 接广告 带货 要不然是怎么 呃 有些那种线下活动啊 去跳舞的 没有任何不干净的钱 我一个钱往后 我也不可能去 出去耐啥吧 讨厌的 走捷径的钱我不赚 因为我自己 我家里也是学佛 我我我自己也是 那个学佛的 我从来不会觉得 那个 赚那些脏钱 就自己很高尚 我没有觉得 自己很高尚啊 我觉得我自己 就是个普通人 自己打工 然后一步一步 我每天去 玩了几年抖音了 我从13岁 啊 天网络暴力 然后之前小的时候 也校园暴力 我自己那么熬过来的 然后我度脸 我度了一百次脸 为什么 容貌焦虑 因为被人骂的太多了 而且我自己一个 你想想我一个初一的小孩 当年被网报 十万评论 全都是在骂我丑 骂我那个长得好丑 那个情况下 我容貌焦 我自己扛过来的 啊 16岁得了抑郁症 天吃药 吃的粉 非常胖 在上海的时候 我这些事情 我都自己熬过来的 我没有觉得自己多高尚 我就是觉得 自己是个普通人 我自己靠自己的 努力去赚钱 自己靠自己的努力 去让更多的人 关注到我 这就是我觉得 你不能一句 阴阳人就会来否定我 为什么 因为你在 满脑子里都是启示 你看不起别人 你为什么要 看不起别人呢 往往那种 看不起 越来越看不起别人的啊 你自己啊 多看着自己吧 不行 我今天要摆着堆碗 我真的很生气 我这两天真的是 真的很想哭姐妹们 有的时候咱们直播 真的是我可能很多 很多时候没惹别人 为什么别人 就是来攻击我 而且我就觉得 我是阴阳人怎么了 很多时候很想从这跳下去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 谁想当一个阴阳人 我就想当一个 正常的女孩啊 我就想当一个 正常的女孩 有错吗 没有错吧 我没有惹别人 也没有去做一些 影响别人的事情 我该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但是呢 我得到的是 什么样的反馈 我小的时候 就天天被人欺负 那些高年级的同学 就开始踹我 踹我的书包 放学之后打我 这是我该得到的吗 我欠别人了吗 我没有欠别人 对不对 我也没有 从来没有说 去上过一次女厕所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是男生嘛 我没有上过一次女厕所 我也没有去 给别人造成任何困扰 但是呢 我的直播间 平时啊 我想好好工作 因为我觉得 对吧 咱们毕竟是一个达人 很多粉丝也喜欢我 那我就是想 好好地认真地工作 然后带给我粉丝 很多好的内容 想马上要拍摄了 有些人就用一句 阴阳人就能否定 我的所有努力 阴阳人 这个词语 就好比是 说我是太监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对 大家说的什么都对 我确实是这样的人 确实去泰国了 确实也去完成了 但是 这个所有的中心年呢 只是因为我想当一个女孩 我二十岁当天 我二十岁生日一到 我立马就去了 立马就跑到泰国去了 这是为啥 这是我二十年以来 每天做梦 我都想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当一个普通的女孩 就这么简单 但是你知道 网络包里觉得很 真的很恐怖 在外国就没有这样的歧视 确实 虽然是在外国没有这样的歧视 但是我是中国人 我也不想去 我就想说我自己 对国的有感情 我也不想去搬到国外 或者说去 移民呀 怎么怎么样 我就想 就想在咱们自己国家待着 自己舒服 但是我觉得 少点那样的声音吧 其实每个人都 没那么容易的 我自己来说 你们觉得我赚 感觉我赚很多钱 就觉得我每天很开心 不是的 我有的时候真的很想 把钱全部打给我妈 这我自己跳下去 我真的很想跳 家里面人 家里面人 亲戚朋友 各种各样的 对我妈有那种 嘲笑我妈 说你怎么生出来 这样的孩子 或者说我的 跑到我爷爷奶奶那边去 说你怎么生出来 这样的孩子 真的 你看还有这种人 就是 真的是 真的是 当然我现在不能跳 因为我跳了那些黑粉很高兴 我不会跳 我现在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现在真的不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真的很累 宝们 我真的 我今天很少跟你们讲这样的话 但是呢 我的心态真的很崩 我发了这段时间时间 作品 我真的很崩 心态 每天都去 好好地努力拍摄 认真的拍摄 想给我们粉丝一个反馈 但是呢 作品都是被各种骂 男生也骂我 女生也骂我 就别的网红最起码有些男生他可能女分多 女生男分多 我是男分也少女分也少都不待见 就很多路人员很差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路人非常差 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也没有惹过别人 我该好好地更新也更新 但是我路人就差 为什么 就因为我是一个人药 我是一个阴阳人 我是一个太监 可是我 我愿意吗 我不愿意 我想当一个女孩 从小就是这样 两三岁的时候 我有意识 我就知道 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女孩 我不 谁想当个太监呀 对不对 太监的话是 因为他那个 为什么要去公里 因为家里面人太穷了 想去那个赚钱 不容易的没办法 肯定要给皇上身边干事 他们才是忍痛去 当这份差事 也是赚钱 我特别 我特别尊重太监 你长得小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那些 那些个宫廷剧 我也很尊重太监 为什么 人家为了养家糊口 才去当太监 人家也不愿意 谁愿意当个太监 我也不愿意 对不对 我虽然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但我是为了 真的想发自立心 当个女孩 我才想去 去泰国 去完成这个东西 但是真的是 有的时候 我真的会郁郁 为什么 你们觉得 我不要 不要让我去理这评论 我有的时候 真的没办法不去理 我对我自己的视频 就很多视频博主 对自己的视频 是充满感情 注入自己的感情的 那我为什么 你们觉得 我被骂 我会好受吗 我一点都不在乎吗 会在乎 反而我还觉得 我自己的心理 比很多人都坚强 因为你想想 我13岁14 13岁第一次热搜 13岁哦 13岁第一次热搜 第一次火的时候 十万条评论 骂我 说你很丑 你长得好丑 去死吧 那时候就已经很流行 说我是那种男扮女装 人妖 好变态 这种的 那时候我就从13岁开始 骂到现在 学校也是 学校各种人就开始欺负我 往我的 那个书包里涂痰 我每次放学的时候 放学的时候 在在那个 放学路上 那几个男生 高年级的 六年级的 我也不敢回头 他们就把我的书包 拉来拉开 踹我 然后往我的书包里涂痰 这些都是那些男生 带给我的反馈 我弱小 我也没有办法去反抗 怎么反抗啊 为什么 我就觉得我一辈子都很可怜 但是我就没有个头 啊 我就感觉真的自己没有个头 自己选择 那我觉得我的选择是错的吗 有就是 有些人说这是自己选择 就是 那你能告诉我 我自己的选择 是错的 做自己是没有错误的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自己的错误 我的选择是错误的 因为我就只是想做自己 难道我想做自己 就该活该被学校的人欺负 网络暴力 加上校园暴力吗 不该呀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 就是 一个男生 他天生想当一个女孩 那他就活该在学校里面 天天被别的男生欺负 在网络上 当了网络红人之后呢 也天天被别人骂 都是活该 我不 我不个人不这样觉得 可能大家很多人都这么觉得 但我不 我不觉得 我觉得我在没有影响别人的情况下 当自己 做自己是没有错误的一件事情 对呀 2023年了 我觉得大家要 要接受 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存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个世界上 是个多元化世界 人类也在 猫咪也在 狗狗也在 什么样的人都有 什么样的动物都有 你不该去否定 不该去不让一个 跟你不一样的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应该 每个人都有资格 每个人都有权限 大自然是平等的 戴美头 哇 真的是 很多人很难受 有人身在国外就好了 不 我没有觉得国外多香 我自己觉得 我是中国人嘛 我就是 咱们就好好在自己的国家生活 有滋有味的 挺好的 所以我不愿意出国 有些人觉得 我还不如出国 算了 我也不想出国 真的是 就不管 国内国外哪好来啥的 我自己觉得 就是咱们自己国家 我自己束缚 我就一定要在自己家里待着 妈妈 爸爸也在家里 也在国内 对吧 我干嘛一个人去国外 只是因为那边的人 能多接受我吗 那没办法 我们不需要这种 我只是需要让自己 家里人能够 一年一年两年 能见到我 开开心心的 哪怕我在国内 每天被骂也没事 被骂就被骂吧 我真的也 有的时候也接受了 有的时候真的接受了 谢谢像饼干算的灯牌啊 亲戚怎么评价 有些人说亲戚怎么评价 更难受了 亲戚找我妈 找我的爷爷奶奶阴阳怪气 把我爷爷奶奶也说一顿 把我的 我爸我妈也说一顿 回家过年就这样子 我愿意吗 我也不愿意 我就想做个女孩 太难了 我觉得这世界太难了 但像我这样的人 真的很多 其实老天门 我们值班肯定也有 像我这样真的很多 但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如果要是憋在自己的心里呢 我真的会得真的会又抑郁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让自己 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女孩 所以说那你觉得 你要让我硬憋着 让我以后就是结婚 跟别的女孩在一起结婚 然后又生小孩 我不愿意 你说那个女孩的愿意吗 她人家也挺可怜的 对不对 被家里人逼着结婚 更吓人了 对吧 宝妈 我问大家个问题 就很多你看 有男生就是想当一个女孩 他如果不去遵循自己的内心呢 顺着家里人的意思 就被逼婚 可能有些 可能是种农村或者城市 他可能会跟别的别人 别的女孩结婚 但是他心里面是个女孩 他跟一个女孩结婚 一个不爱 不爱的女孩结婚 然后又生孩子 然后自己就出去找男人 到时候再来个那个啥 红杏出墙 你说对吧 多难受 与其这样根本 我们还不如就直接不要去结婚 不然人家那个女孩也没错误 对不对 人家那个女孩多可怜呢 跟一个 跟一个拉拉在一起 也不是跟拉拉在一起 就是跟一个 对吧 自己心里面是 是女孩 然后 但是是男生的 自己就看不出来 对吧 对同期 所以说嘛 我觉得没办法 我就只能是遵循自己的内心呀 起码后代延续下去 哇 这个 我真的不想 真的是很无语 这个 我跟你说啊 我很想纠正你的这个思想 其实呢 人类啊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 不是就是为了繁衍后代 这个世界上 已经几十亿人口了 后代呢 延续呢 那是那些猴子呢 动物啊 他可能一生下来 他的大脑就思维的就只有是繁衍后代 啊 捕食跟繁衍后代 生存跟繁衍后代 这是动物的思想结构 但是我们人类呢 有的可以去啊 探索天然地理 啊 学习 让自己变得更好知识 让自己更优秀 啊 为国家做贡献 为个人做贡献 为家庭幸福 但是呢 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我感觉是最 啊 是往后排一点的 因为咱们也不是什么 网 网位要继承啊 也不是什么皇家 也不是什么皇族 也不是在故宫住 咱们没必要去 硬是要 以这个为中心啊 因为人类呢 活那一辈子啊 如果是为了这个东西啊 那真的 没必要 因为咱家里也不是什么皇族 不用去 继承那玩意儿 不要 不要觉得 生孩子是一件天大的 大事 好吗 想纠正一下啊 因为你活一次 要为自己开心 因为 因为像我妈妈 我跟你们讲吧 我妈妈就是这样子 我妈妈 年轻的时候 就跟着我爸了 跟了20年了 然后天天也被家 家那啥 就是天天被我爸打 但是呢 她为什么一直不离婚 我长大了之后呢 她跟我讲说 她是为了孩子 为了我 为了我的哥哥 为了我俩 不要成为单亲宝 我知道我妈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呢 我真的不想让她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明明 那时候 20岁 30岁 有自己的青春 40岁 有自己的青春 你不管多少岁 你都可以为自己而活 但是呢 满脑子都是为了小孩 为了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幸福 然后把自己的人生牺牲了 这样的真的 我当时就跟我妈讲 说我妈 还好 不是 也不是还好 当时我就年纪太小了 如果我年纪再大点 我一定要让我妈赶紧离婚 为啥呢 我让她追求自己的幸福 因为你不管是多大年龄 我们的人生活下来 不是为了传统结旦 也不是为了怎么样 是为了让自己幸福 让自己的人生 一次活得够 人生没白活 这就是人生的幸福 所以说 很难过 那又可心疼我妈了 这样吧 我们老铁木三点 然后拍摄了 我再给你们废话个五分钟 小光一把衣服给我一下 我就要去拍摄了 我真的是今天是非常难受 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 但也要自己幸福 是的 所以我很爱我妈 我是非常爱我妈 对呀 那个年代家暴的真的很多 人一辈子 对呀 我当时也是 我当时还好 自己有点独立思想 我跟我妈讲说 让她赶紧离婚 我那时候是八岁 还是八岁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妈 天天被打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 你快离婚吧 你快离婚吧 好了宝们 我真的不废话了 因为今天咱们直播 今天真的是 我刚情绪太炸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以后再 我以后不会再 以后不会再直播 再这样子了 有的时候真的崩溃 我刚才差点想哭 但我一想到我的妆 刚化完的妆 我就把眼泪收回去了 很想哭 很难崩溃 然后我不说了 因为我要去拍摄 今天要好好拍摄 拍摄点东西出来 不然我一直没更新 好坚强 有时听心声也不错 坚强有个屁用 坚强也换不回来别人对我的恶意 而且我们直播间反而还会被 误判成那种负能量传导 其实我也不想分享负能量 我的人生基本都是负能量 经历的东西都是负能量 你说我咋办了 不反对但是不支持弘扬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说是要怎么弘扬啊 你说如果要做这个首饰的话 去泰国最少20岁 然后还要各种家长的同意书 然后再加上那个 加上那个 去医院开的那种文件 开你有那个性别障碍 或者说那个障碍认知 你说你咋去学习啊 咋去模仿啊 怎么去弘扬这个观点 对吧 一般人他也弘扬不了呀 一般人如果真的不是这种症状 很严重的 他也弘扬不了 而且我觉得啊 我不是来宣扬这个 我不是来宣扬当人要怎么怎么好 我是来宣扬的时候 很多人对人要这个太偏见了 对我们这一类的真的太 恶意太大了 我只是想让大家就是包容 每个存在这个社会上的人 不是说宣扬什么 让你给大家快来变心吧 快来变心吧 好开心啊 我不是宣扬这个东西的 对吧 大家长点脑子也知道 我肯定是觉得每个人都该存 有自己存在的意义 你要 你要去包容每个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 毕竟他没有去妨碍到你的生活 这就够了 你就少点恶意 对别人多一点包容宽容就好了 好了 我跟你们不说了 不扯了 我这啥 今天感冒嗓的突然要被这些黑粉气 太难受了 好我们拜拜 一会儿我要去那个 一会儿去拍摄了 团队一直在等我 拜拜